我祝福到神经历,我祝福到神经历,我祝福到神经历,他们问你战利品应该归谁,你说战利品应该归真主和使者,你们应该敬畏真主因调停你们的纷争,应当服从真主及使者。 如果你们是信实,只有这的人是信实,当纪念真主的时候,他们内心感觉恐惧,当宣读真主的迹象的时候,那些迹象增加了他们的信仰,他们只信任他们的主。 他们谨守拜公并分舍我所赐予他们的财物。 这等人却是信实,他们将来在主那里享受许多品级、饶恕和优厚的基养。 这正如你的主本真理而使你从家中出去,而一部分信实对此却是憎恶的。 真理昭著之后,他们为真理与你争论,好像他们是要被压去受死刑,而他们亲眼看见刑巨死的。 当时,当时,真主应许你们两伙人中的一伙,你们要的是没有武装的那一伙,而真主欲以他的言辞证实真理并更绝不信道的人。 以便他证实真理而破除虚争,即使罪人们不愿意。 当时,你们求援于你们的主,他就答应了你们,我要陆续地降下一千个天神去援助你们。 真主之意这个答复向你们报喜,以便你们的心境因此而安定。 冤注只是从真主那里发出的,真主却是万能的,却是智瑞的。 当时,他使你们睡眠,以便你们获得从他发出的安宁。 他从游中降下雨水,以便洗涤你们,替你们消除恶魔的蛊惑,并使你们的心绪安静,使你们的步伐稳健。 当时,你的主岂是纵天神,我是与你们同在的,故你们当时信道者坚定。 我要把恐怖投在不信道的人们的心中,故你们当,斩他们的手机,断他们的指头。 这是因为他们违抗真主及其使者,谁违抗真主及其使者,真主就严惩谁。 这种刑法,你们尝试一下吧,不信道的人将来必受祸行。 信道的人们啊,当你们遇到不信道的人向你们进攻的时候,你们不要以备向敌。 除非因为转移阵地,或加入友军,在那时,谁以备向敌,谁要受真主的显弄,他们的归宿是火域,那归宿真恶劣。 你们没有杀归他们,而是真主杀归了他们。 当你设计的时候,其实你并没有设计,而是真主设计了。 他这样做,原为要把自己发出的家会赏赐给信道的人们,真主却是全聪的,却是全知的。 那个赏赐是真实的,真主一定是不信道的继母受挫。 如果你们祈祷胜利,那么胜利已降临你们了,如果你们停战,那对于你们是更好的。 如果你们卷土重来,我就再次援助信师们。 你们的部队虽多,对于你们却无辟意,真主确实是和信师们在一起的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当顺从真主几句识者,你们聆听他讲话的时候,不要违背他。 你们不要效仿那些人,他们说我们已听从了,其实他们不听从。 据真主看来,最劣等的动物却是那些装聋作哑,不明真理的人。 假如真主知道他们心中还有一点善意,必使他们能听,纵虽使他们能听,他们也要违背正道的。 信道的人们啊,当使者号召你们终寻那些你们获得生命的教训的时候,你们当响应真主和使者。 你们当知道,你们当知道,真主能干涉个人的心灵,你们只被昭归在他那里。 你们当防备一种灾难。 否则受害的绝不限于你们中的不义者,你们要知道,真主的心法,却是眼里的。 你们应当记得,当时你们在地方上是少数,是被人们认为软弱可欺的。 你们生怕当别人的俘虏,但他使你们安居,并以他的援助辅助你们,以加美的食物供给你们,以便你们感谢。 信道的人们啊,你们不要背叛真主和使者,不要明知故犯的,不忠于他所受的信托。 你们应当知道,你们的财产和自身只是一种考验,在真主那里有重大的报酬。 信道的人们啊,如果你们敬畏真主,他将以见识赏赐你们,并原谅你们的罪行,饶恕你们。 真主是有红恩的。 当时不信道的人对你们用计谋,以便他们拘禁你,或杀害你,或驱逐你。 他们用计谋,真主也用计谋,真主是最善于用计谋的。 当别人对他们宣读我的迹象的时候,他们说,我们已听见了。 假若我们一语,我们必说出与此相似的文词来,这只是古人的神话。 当时,他们说,真主啊,如果这就是从你降世的真理,那么求你从天上降下淤点般的石头来毁灭我们,或以痛苦的刑罚来惩治我们吧。 你在他们中间的时候,真主是不会惩治他们的。 他们正在求饶的时候,真主也不至于惩治他们。 他们阻止别人入禁寺的时候,真主怎能不惩治他们呢? 他们不是禁寺的保护者,禁寺的保护者只能是敬畏的人,但他们大半不知道。 他们在禁寺附近的礼拜,只是打呼哨和拍掌。 不信道的人啊,你们为不信道而尝试刑罚吧。 不信道的人花费他们的钱财,以便阻止别人遵循真主的大道,他们在花费之后必定悔恨,而且被战胜。 不信道的人只被集合在火域区。 以便真主甄别,恶劣的人和善良的人,然后把恶劣的人一层层的通通堆积起来,然后把他们投入火域。 这等人就是亏损的人。 你告诉不信道的人们,如果他们停止战争,那么他们以往的罪恶将被溯扰。 如果他们执迷不悟,那么古人的长道已逝去了。 你们要与他们战斗之道,消除迫害。 一切宗教全无一真主,如果他们停战,那么真主却是明察他们的行为的。 如果怕他们背叛,那么你们应当知道,真主却是你们的保护者,保护者真优美,援助者真优美。 你们应当知道,你们所获得的战利品,无论是什么,都应当以五分之一,归真主使者,至今过而至平旅客。 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两军交分,而真优美,变分之日。 我所启示我的仆人的迹象,真主对于万事却是全能的。 当时你们在山谷的近岸,敌军在远岸,而商对在你们的下面,假若他们约定相会,必定爽约,但真主契合你们,以便他判决一件必行的事,以便灭亡者见明镇而后灭亡,生存者见明镇而后生存,真主却是全从的,却是全知的。 当时,真主使你在梦中看见敌人是少数的,假若他使你看见他们是多数的,你们必定胆怯,必定为战争而争论,但真主使你们得美于此,他却是全知心事的。 当你们相遇的时候,他使你们看见敌人是少数的,又使你们在他们的眼里变成少数的,以便真主判决一件必行的事,万事只归真主判决。 信道的人们啊,当你们遇见一伙敌军的时候,你们应当坚定,应当多多纪念真主,以便你们成功。 你们当服从真主几十者,你们不要纷争,否则你们必定胆怯,你们的实力必定消失,你们应当坚忍,真主却是同坚忍者同在的。 你们不要效仿那等人,他们骄傲自满地,孤明刁狱地从家乡出去,并阻止别人遵循真主的大盗,真主是洞察他们的行为的。 当时恶魔以他们的行为蛊惑他们,他说今天任何人不能战胜你们,我却是你们的保护者。 当两军对垒的时候,他向后转,他说,我与你们却是无干的,我的确能看见你们所不能看见的,我的确畏惧真主,真主的刑法是严厉的。 当时违信的人和心中有病的人都说,这等人的宗教已欺骗他们了。 谁信赖真主,谁必胜利,因为真主却是强大的,却是智锐的。 纵天神将鞭打不信道者的脸部和击背,而使他们死去,并且说,你们尝试烈火的刑法吧。 当时,假若你看见他们的形状,这是因为你们所犯的罪恶,又因为真主绝不是窥望纵仆的。 他们的常态,犹如法老的百姓和以前的民族的常态一样,他们不信真主的迹象,故真主因他们的罪过而惩治他们,真主却是全能的,他的刑法却是严厉的。 他们的常态,犹如法老的百姓和以前的民族的常态一样,他们否认自己的主的迹象,故我因他们的罪过而毁灭他们,把法老的百姓淹死在海里,他们原是不义者。 在真主看来,最劣等的动物却是不信道的人,他们是不信道的。 你和他们中的某些人缔结盟约,而他们每次都违反他们的盟约,他们并不敬畏。 如果你在战争中遇见他们,你们就应当以惩治他们而驱散他们后面的人,以便他们觉悟。 如果你怕某部落不忠于盟约,就应该公开地把他们的盟约震还他们,真主的确不喜欢欺诈的。 不信道的人,绝不要以为自己已逃避了天前,他们确实不能逃避天前的。 你们应当为他们而准备你们所能准备的武力和战马。 你们借此威胁真主的敌人和你们的敌人,以及他们以外的别的敌人。 你们不认识那些敌人,真主却认识他们。 凡你们为主大耳花费的无论是什么,都将得到完全的报酬,你们不会吃亏。 如果他们倾向和平,你们也应当倾向和平,应当信赖真主,他却是全聪的,却是全知的。 如果他们想欺骗你,那么真主必能使你满足,他将以他的冤注和信赖们辅助你。 他曾联合信赖们的心,假如你费尽大地上所有的财富,你永不能联合他们的心,但真主已联合了他们了。 他却是万能的,却是智锐的。 先知啊,真主能使你满足,能使追随你的信赖们满足。 先知啊,你应当鼓励信赖们奉勇抗战。 如果你们中有二十个奸人的人,就能战胜二百个敌人。 如果你们中有一百个人,就能战胜一千个不信道的人。 一位不信道者是不精明的民众。 现在,真主已减轻你们的负担,他知道你们中有点虚弱。 如果你们中有一百个奸人的人,就能战胜两百个敌人。 如果你们中有一千个人,就能本真主的意志而战胜两千个敌人。 真主与奸人者同在的。 先知在大地上重罚敌人之前,不该有俘虏,你们欲得诚实的福利,而真主愿你们得享后世的报酬,真主是万能的,是智锐的。 假如没有从真主发出的以往的判决,那么你们必为收纳赎金而遭受重大的心法。 你们可以吃自己所获得的合法而加美的战利品,你们当敬畏真主。 真主却是智赦的,却是智词的。 先知啊,你对你手中的俘虏们说,如果真主知道你们心中有善意,那么他要把比你们所纳的赎金更好的东西赏赐你们,而且要饶恕你们,真主是智赦的,是智词的。 如果他们想欺骗你,那么他们以前对于真主却已表示欺骗了,但真主使你们战胜他们,真主是全知的,智锐的。 信道而且迁居,并以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的而奋斗的人,和款留实者赞助正道的人,这的人互为监护者。 信道而为迁居的人,不得与你们户卫监护人,直到他们迁居。 如果他们无以宗教的事,向你们求援,那么你们应当援助他们,除非他们的敌人与你们有盟约关系,真主是明察你们的行为的。 不信道的人,不信道而为监护人,如果他们不遵守这个命令,那么地方上将要发生迫害和大乱。 信道而且迁居,并且为真主而奋斗的人,和款留实者赞助正道的人,这的人却是真实的信誓。 他们将获奢佑和优厚的基养。 此后信道而且迁居,并与你们共同奋斗的人,这的人是你们的同道。 骨肉至亲或为监护人,这是宅在天经中的,真主却是全知万物的。 请不吝点赞助。 请不吝点赞助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